方方嘛 资深艺人方方 他其实已经移居中国大陆了啦 只是因为他在接受这个媒体 专访的时候呢 他讲出的一些话就引起了轩然大波 然后陆委会都出来回应说 这就是统战 好 那他接受这个媒体访谈呢 里面呢就有提到了 他说要教训台湾啊 他说台湾现况他实在不忍心看 搞成今天这个样子心痛啊 他说小孩讲道理就可以听一听 小孩不讲理的话 打两巴掌他才知道厉害 好所以呢 当然各媒体的标一定会下说 方方表明希望中国能够好好出手 教训台湾 好那当然这个陆委会呢 也立刻回应了 他就说 国人到大陆发展 接受陆媒专访 不应该配合中共 对台湾进行统战宣传 而且伤害国家尊严 好那不服事实的言论 要遵守两岸条例 还有相关法令规范 如果有涉及违法情绪 要依法处理 那当然这个东西还有后续啊 包括呢 比如说方方还说 健保卡他不稀罕 要不是你恩赐给我的 因为陈忠有针对这个部分说 你不用剪卡 你只要不看病就好啊 那他就说为什么我剪掉 那凭什么你要我剪掉 我就剪掉 那这个当然就是有很多后续的争议啦 我先问问兵哥怎么看 那方方后来也有解释说 他这个两巴掌说 他有点被曲解 我先讲啊 陆委会发表这个肉肉肠的声明 我先想请教一下 陆委会你知不知道你的 这个单位到底叫什么 你叫中华民国大陆委员会 不是吗 那请问一下 你还在讲人家统战 你才是统战单位 你忘记了 你成立的目的 就要负责国家统一作战的 你忘记这件事了吗 那你在指责人家统战干嘛 那方方如果在统战的话 有功你陆委会应该办个奖状给他 不是吗 你到底知不知道自己在干嘛 结果你们陆委会 现在是分裂国家委员会 是这样的意思吗 那如果这样 如果你们根本不想做这件工作 就把大陆委员会废掉嘛 弄个笼子的耳朵在那边干什么 然后每天说真的啦 你们这个会自从蔡英文上任之后 除了每天说这些五四三之外 你们做过什么十四没有 跟对岸完全一窍不通 不是吗 那我也觉得很奇怪 你发的漏漏长一篇 方方如果有违法的东西 你搞的依法就办啊 那个访问你们没看吗 你不是看了吗 那你看了 你明明抓不到任何违法的证据嘛 在那边讲说 若有违法依法就办 你讲这个干嘛 有违法就去抓 没违法 你讲的屁话做什么 那个就是故意出来 这个叫认知作战 摆明了认知作战 配合整个这些侧异的演出 就是这么简单嘛 不然的话 这是12月24号的一个访问 之前为什么都没人知道 我告诉你 为什么没人知道好不好 因为方方在台湾 几乎已经没什么知名度了 我觉得很多年轻人 可能也不知道他是谁了吧 三岁以下的人 大概基本上都不太知道 宝珍大概对他只有模糊印象 基本上就是这样子啊 代勾 因为方方姐红的时候 宝珍应该还是小鬼 就这么简单而已啊 我是小朋友 你看他当红的时候 我是年轻人 所以你要怎么讲呢 一个12月24号 早就已经讲过 只不过是访问一个老艺人的 一个资深艺人的一个访问 其实也没什么 他就发发牢骚 讲一讲他对两岸之间问题的看法 我觉得他这有算失言 老实说我觉得 如果可能的话 方方姐可以尽量不要谈这种问题 因为对他自身不好 我并不是说他讲这个话怎么样 我觉得对他自身不好 因为他已经是个资深艺人 他有一定的江湖地位 讲实在话 他没有必要去躺这个浑水 说真的 他讲了这句话之后 对他有什么好处 没有好处 可是他越讲越多 他今天还又讲了 他也不是为了求得好处 才去讲这些话 他只是与众心上 不土不快啊 有感而发而已 所以我是说真的 方方姐其实 他现在在 还在做一些公益人出什么东西 就是做这些事情就好 政治的事情 我真的觉得一人少插手 为什么 因为插手总是帮自己惹一身心 没有什么好结果 但是 他也没有全力讲这些话 当然有 他是通话民国的国民 他为什么不能讲这些话 我们国家的宪法到现在还是支持统一 他为什么不可以支持统一 谁能告诉我 为什么不行 至于说他说小孩子不听话 打他两巴掌 他才会听话 这个就是从我父子辈那时候开始一直有的观念啊 这种很传统的观念 他不见得对 但是那是那一代的人 他们习惯处理事情的方式 那他有说要叫大陆修理台湾吗 他有这样讲吗 在我看来他整段的意思是说 台湾那些新风作浪的应该要好好修理一下 所以你觉得他话有刻意被扭曲 那是你们自己 因为民进党现在常常有一个很奇怪的逻辑 民进党不能被攻击 蔡英文不能被攻击 谁攻击他就攻击台湾 见鬼了 你凭什么代表台湾啊 奇怪了我的意见跟你根本就不一样 为什么你的意见才代表台湾意见 我的意见就不代表台湾意见 你凭什么代表全部有台湾人 我们不是一个言论自由的国家吗 我们不是一个多元自由的国家吗 所以民进党故意把他做这样一个连结 其实目的就是要做一个仇恨感 就是要做一个仇恨操作而已 拉高仇恨值 所以我觉得根本就是说好的 所以才有记者故意去问陈忠 不然这件事情倒要干陈忠鸟事了 陈忠还真的回了 那陈忠还回 说他可以不要用 对 你管得着吗 不要看病就好了 不过老实讲你管得着吗 你微服部长很大 他缴健保费要去看病也是他的权利啊 奇怪了 他是不是中澳民国国民 是啊 他有没有缴健保费 有啊 那你凭什么不让他去看病 你连讲都没资格讲 我讲实在话就是这样 你以为微服部长很大 你不要搞错了 国家官员叫做公仆 你是我们养的仆人啊 你以为你自己很了不起啊 还嚣张的 你可以不要用啊 不准他用啊 你在讲什么啦 你有种 你去查方方不法的事实啊 然后把它开除国籍 可以吧 如果他做什么 做天办公的事实 或是国家法定的事实 要把它开除国籍 让他不能用啊 你做得到吗 你敢做吗 你做不到 所以 他这个 其实他们也不是真的想要去针对方方 对对对 然后陆委会就是 就喊喊话 每次都是这样啊 出来骂一骂啊 因为我跟妳讲 这个叫做 欧阳娜娜娜到现在不就这样吗 不是 这个叫做仇宗演习 哦 因为他每隔一段时间 他怕年轻人忘记了 忘记要对中国大陆要仇恨了 所以每隔三 三不五时 总要找一个 小 根本无聊的事情拿出来 让大家重新燃起 对中国大陆的仇恨 等一下 所以你觉得芳芳这段访问 是有彻翼被刻意翻出来的 当然是 不然的话 为什么12月24号 再来讲当天就应该发酵啊 嗯 如果真的这么严重的一件事 实际上根本就没什么了不得的事嘛 就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而已 所以呢 这一切其实 都是民进党的认知作战 请大家注意 民进党的认知作战 手法越来越高明 越来越多元化 而且无所不用其极 用进各种方式 用进各种管道 就是要去对年轻人洗脑 就是不断的要燃起 意识形态的对立 这才是民进党 现在最可怕的地方 因为这个政党 什么正式都不干 天天只会挑动仇恨而已 这个政党啊 真的是史上最烂的政党 不把这个政党拉下来啊 台湾永无宁欲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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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